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11月2号星期三 咱先进入主题之前 说一个今天上午说了一个就是兰州那边的这个事情 然后呢 我说是一个兰州 他们一个当地人 然后到海外现在读博 然后他给我发来的语音 但不是他说的 是他给我发的语音 好不好 不是 这个是他给我发来的 他在兰州本地的小伙伴 发给他的语音 然后他发给我了 是他们兰州人把东西都发到海外来 然后海外又发给我了 是这么个意思 不是这个博士说的 好不好 我可能我没说明白 但是呢 反正我在这再说一下 这个不是这个博士 他跟我说的是这个博士发给我的 好吧 然后另外一个事呢 说什么呢 那个郑州 郑州这边啊 我看一眼这个 郑州这边有一个小伙伴 给我发来的一个这个东西啊 跟我说呢 郑州那边线等于是 就是说承认了 承认了什么呢 承认了这一次 有两万四千多人 找不着了 看看是不是在这里啊 这儿 这个发来的 是航空港实验区实时疫情新消息啊 是这个今天11月2号的今天 发的说这个是什么 郑州航空港区啊 核酸阳性人数是两万四千一百零一例啊 那因为这个福士康好像就在这个航空港这儿 所以呢 他们说呢 等于就是说承认了 因为这个网络谣传说福士康 他们有两万多人确诊吧 那他现在已经就是承认了 核酸阳性呢 是两万四千一百多个啊 那就也就证明了这个福士康里面是真事 呃 那郑州这边等于这次算是率先打响了第一炮啊 就是说彻底让你们知道 就是说呃 怎么回事 是吧 有的地儿还不敢报这个实情啊 那这两万多人确诊呢 他也就这个什么了 还有一个消息呢 就是说呢 哎 多地通知乘火车飞机不再呢 查核酸啊 说什么广东的 还有安徽啊 等地都已经发布了通知 乘坐高铁飞机出行不再需要呢 核酸检测的阴性证明 但你要明白这一点啊 就是说呃 省里边下了文件了 到了下面具体执行是有问题 昨天也说了 就哪个城市 我也我想不起来了 又不是说那个城市已经下了文件了 说这个无疫情小区不许分控 但是门口保安呢 还分控 他拿去拿了红头文件 跟保安说 你看市里都下了文件了 说不要分控 你还分控 保安说我不认识市长 我也不知道市政府说什么 你那文件我也没看见 我也不懂 我也看不见 你没有讲到没有用 就咱们那个社区那女的 那女的就那是领导 反正呢 他顾着我 他给我发工资 他说什么 我他说不疯了 我就不疯了 他说疯了 我就疯着 你跟他说去 你懂吧 就是说有的时候呢 县官呢 不如县管 这也是没办法 所以呢 但是呢 反正种种迹象表明 你包括昨天这个新京报 也转发了这个 就是郑州说的这个新冠 是这个自线性疾病啊 种种迹象表明 现在看来 呃 这个疫情应该就是说 再呃 朝这种躺平 再一点点去发展 但是也要看北京 我经常说中国这种事 就是说呢 往前走三步退两步啊 所以那也有可能再收一收 但是这现在开始呢 就是说各地开始 这个步子已经往前迈了啊 一会儿呢 我再说北京的这个情况 北京呢 现在也在这个呃 进行这个呃 放松啊 呃 这个说完了之后 再说一个 这个啊 什么事呢 是这个啊 啊 呃 这样吧 我先呃 我看看啊 先先说这也行啊 这个有一个这个 女的科学家啊 叫闫宁啊 她2017年的时候呢 高调离开中国 赴美呢 任教啊 并当选了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啊 是个生物学家啊 昨天呢 这个高调宣布呢 返回中国啊 创建的深圳医学科学院啊 他现任的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分子生物学系的这个教授 呃 11月1号出席了2022 呃 深圳全球创新人才论台演讲的时候 宣布 他即将辞去的美国的教职 回国呢 协助创建的深圳医学科学院啊 呃 这个严宁呢 当然有有人质疑他啊 他当年赴美留学 留学之后呢 他是先从这个清华出来的 然后赴美留学 去了普林斯顿呢 学了这个博士 后来又博士后 然后留下来呢 这个任教 后来呢 就回到了这个 他的母校呢 北京清华大学 组建实验室 但是2017年的时候呢 就离开了中国 去了美国 当时去美国的时候呢 他也是高调 他批评呢 中国呢 科研环境不佳啊 所以呢 去了美国 结果现在呢 又高调呢 又宣布了要回来啊 那他们说呢 什么呢 他中国目前啊 一些科学领域呢 被西方国家卡脖子啊 所以科学家在中国呢 有被神话的趋势 给了科学家呢 很多这种非常好的 呃 这种待遇啊 所以呢 有很多科学家呢 纷纷回国 呃 这次卡脖子 有很多的美国国籍的人呢 从中国呢 回美国 那有很多呢 呃 在美国的一些中国的科学家呢 最后选择呢 呃 回中国 严宁呢 并不是唯一一个啊 后面呢 恐怕还有很多 呃 那这种东西呢 我觉得 怎么说呢 这些人呢 回来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也会带领中国 有一些科学技术的提高和进步 我想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当年前云森他们回来之后 也是这个对中国帮助很大 呃 我相信严宁他们回来之后呢 对中国帮助也是很大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选择 呃 有的时候呢 没有办法 你包括前两天 这个说什么 这个说什么张艺谋 冯小刚都都都都来美国了 很多人很兴奋 结果过两天的都都辟谣了 人家说根本就没有啊 这个冯小刚说是什么 这个来美国送孩子来上学 然后呢 陪陪小孩刚来嘛 不熟悉 陪他待一段时间 然后就回去了啊 就就就回去了 不是移民 那都都这个辟谣了啊 所以呢 我经常说呢 有的时候你这样明白这一点 很多华人呢 他心里有抱怨吗 有抱怨 有很多人翻出来 以前冯小刚以前 接着我采访的这个视频 也是抱怨抱抱怨抱 这个 抱怨归抱怨的 那但是我经常跟你说呢 就这些人来讲呢 他们呃 虽然瞎抱怨 但是最担心的是什么 就老公不让他回国 这是最害怕的 你知道吧 你看这个 比别的什么都多让他害怕 就是说不行啊 不能惹老公啊 老公哪天不让我回去 就麻烦了 你知道吗 所以呢 你就你就明白这一点 你知道吗 就是说回国 对他来讲 虽然他骂也是骂 听人说中国就是地狱 在那里一天都生活不下去 但是你要不让他回国 他给你拼了 你知道吗 所以呢 你一定要明白这个意思啊 不管怎么着吧 在中美呢 全面激烈竞争 国际局势 这么一个特殊的一个时间点啊 选择呢 放弃国外的这个待遇啊 全职回国啊 向社会呢 也传达了不一样的这种信号啊 呃 这个呢 也是事实啊 我相信 而且他呢 呃 由他这个带头 我想后面这个回来人会 呃 会越来越多啊 所谓的这种经济的 呃 所谓的这种技术上的这种卡脖子 嗯 我个人认为 恐怕呢 只能 它是一个短期的一个行为 长期呢 恐怕是够呛 就跟当年这个苏联卡中国 不让中国造这个原子弹 对不对 短期来讲 肯定影响了中国的原子弹的发展 苏联如果帮忙的话 中国就要造原子弹会更快 但是苏联不帮忙 中国就造不出原子弹来了吗 嗯 恐怕也不是啊 中国的问题的一向是如此 中国的发展从来不是靠外人 能够抑制住的 中国的发展一定是自己人抑制 一定是 中国的政府抑制 中国的发展才行 知道吗 除了中国政府 没有人能够抑制中国的发展 你知道吗 就一定是中国政府胡搞 中国才能完蛋 只要中国政府不胡搞 中国这个东西 它很难 这没办法 中国人呢 他这个整体这个素质在这里 你知道吗 只要中国政府给点阳光 下面就赶灿烂 更别说呢 现在这个在这个高科技领域 中国政府现在不是给阳光的问题了 简直就是说是全力以赴了 要查 要查给啥了 你知道吗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看也就是短时间的 长期的话 恐怕够呛 当然了很多人对此不认同啊 认为这次卡薄的中国就完了 一千年一万年也发展不起来了 肯定就要烂到底啊 我个人认为这个可能性呢 不是很大啊 然后呢 另外提一个事 什么事呢 这个刚刚我提到的关于这个疫情啊 中国这个疫情呢 也出现了这个情况 就是什么情况呢 中国现在已经完全的 基本上就是说处在一种 就是说半放开的状态 我刚刚就说提到的这个中央啊 你看中央呢 其实现在也有点在这个放开 走这个躺平放开的路线 二大之后啊 四国领导人呢 访华啊 宣誓呢 越共的总书记 然后巴基斯坦总理 坦桑尼亚总统啊 那你看着都是一帮不着调调小老弟啊 结果来一个凑调到了 德国总理说说说词啊 你来个个儿大的啊 那这个据说呢 这个法国的这个总统呢 也在考虑要不要呢 这个访华啊 嗯 然后呢 他们来了之后呢 当然咱也不说他们来啊 主要的一点什么呢 全套的相关外事活动 全部都是呢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啊 习近平呢 同这个越共总书记呢 阮副中啊 近距离会晤 会谈 茶叙晚餐 在同行的道路上呢 甚至守千筹啊 等于是完全恢复了呢 正常外政活动 这说明什么 说明现在中国对疫情 基本上就放开了 以前外来人员是不许进北京的 但现在呢 你看就可以啊 不但可以的呢 而且呢 这个也不再搞那种 就特别严格的那种防疫了 然后呢 后面呢 拜登和习近平呢 G20峰会呢 要面对面的会晤 这是拜登上来之后呢 习近平和拜登呢 首次的面对面会晤 等于习近平又要 又要走去 这次呢 去参加G20啊 然后呢 这个泰国外交部表示 习近平将会出席呢 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经济领导人峰会 并与泰国总理呢 帕拉玉呢 会面 你看又一个啊 沙特外交大臣表示 沙特在为中国和阿拉伯 国家之战首脑会谈呢 做最后的安排 说呢 这个拜登习近平呢 都将出席在埃及举行的 气候峰会啊 所以呢 习近平呢 会出席峰会 并且呢 访问的这个沙特 沙特一直都等着 习近平去了啊 呃 正在谈 然后呢 就是说呢 这个东盟峰会 与东亚合作领导人的 系列会议将于呢 10月8号到13日 在柬埔寨首都呢 金边举行 呃 这个呢 说是这个 呃 说李克强呢 将于10月8号呢 去这个柬埔寨啊 对 那这也是呢 这个这个李克强呢 这个疫情爆发之后 李克强呢 首次呢 出国呃 出国访问 那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现在中国 就是说从领导层来讲 这种外事的活动呢 全部都恢复正常了 呃 我们也知道 疫情期间这两三年的 这个外事活动停了很长时间 呃 就是从这个 二大之前的 这个9月份 习近平出访 去参加这上合组织峰会 这才呢 开始就是恢复啊 但是呢 去了这上合组织的话 习近平的话 好多活动没有参加 回来之后 习近平还自我隔离了十天 呃 但是现在看起来呢 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 现在要整个呢 就就放开了 可能二大之后呢 基本上就开始走向 这个啊 好转啊 二大之前呢 我也说了 我已经已经报道了 我说经微宁正常小道消息呢 就二大之后 差不多呢 就开始放松 到了明年清明的时候呢 就彻底就躺平了 就彻底完 那现在看来呢 这个步子走的呢 比我们原先预计的还要快 啊 就这么一个 呃 就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呢 再有一个啊 中国呢 和巴基斯坦 还签署了这个 呃 合作啊 要这个 在巴基斯坦呢 用人民币结算啊 签署了呢 进入在巴基斯坦建立的 人民币 呃 结算安排的呢 合作备忘录啊 中巴两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 将使用人民币 进行跨境交易 那这些东西 这一系列的这个动作啊 非常非常的大 呃 看来二大之后呢 习近平是这个 筹筑满制啊 二大之前呢 还比较保守 二大现在看完之后呢 习近平感觉已经 这个放开手脚了 要开始呢 这个大干呢 四个现代化啊 呃 我觉得 有人说说习近平呢 现在强势带领中国崛起 我觉得这个呢 谈不上 不能说呢 强势带领中国崛起 应该强势带领中国政府崛起啊 因为呢 这个对中国老百姓呢 未必是一个好事 但是不管怎么着吧 呃 我想呢 很多人不承认 但是呢 现实情况是呢 呃 中国再一点点的往上冒头 美国呢 现在是 美国也发现 中国现在向上冒头 这个这个势头太猛啊 美国现在已经是使出了一期 呃 一系列的这个手段 能使得全使出来了 啊 就是呢 想往下 呃 往下摁啊 但能不能摁得住呢 呃 这个我们 我们要看 我觉得呢 就是长期来看 是肯定是早晚 还是得冒头 啊 但短期的话呢 肯定会减少呢 他这个的这个速度和这个趋势 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呃 但是只要呢 不打仗的话 中国GDP超过超越美国呢 我觉得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这个呢 真的是没有任何的办法 呃 另外一个新闻呢 说什么呢 就是说呢 最高法院现在在审查呢 美国顶尖大学的这个种族歧视的问题 呃 这个呢 就是说所谓的这个平衡法案吧 现在主要呢 就是针对呢 哈佛大学和北卡罗莱拉大学 但是美国呢 它是一个案例法的一个国家 只要这案例一判出来之后呢 就会到对其他大学有影响 不会呢 只是影响哈佛和这个北卡罗莱拉啊 那这个最高法院呢 就听取呢 控辩双方进行呢 两个小时的口头辩论啊 呃 然后好像是星期一 然后现在开始了这个审理 但是据说呢 今年年底之前呢 应该不会有结果 那有结果要要等到明年了啊 呃 那他们现在用的是什么呢 说是叫积极平权法案啊 这源于呢 1966年晚期的民权运动啊 当时呢 是为了要解决呢 美国高等教育 长期以来的歧视问题 呃 但是现在来讲呢 就是说 它已经影响了学生的这个公平入学了 有很多小伙伴呢 对这个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不满 就是美国呢 就是美国呢 很多大学呢 他现在在招生的时候呢 把种族作为一个因素呢 去考虑 那按理说呢 就是说这里面来讲 就是说 呃 就是说种族不应该作为一个因素 不管它是在给你带来害处 还是带来好处 你明白吗 就是说所谓的叫 这叫什么 正向歧视啊 说正向歧视 举个例子吧 以前我说过吧 说的就去这个英国啊 他们旅游 那刚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说去餐馆吃饭 后来呢 发现之后呢 有那个餐厅 他单独画了一个区域出来 就是说中国人呢 都可以去这个区域 为什么呢 这个区域呢 可以抽烟 而且可以呢 大声喧哗啊 别的区域呢 不许抽烟 不许大声喧哗 因为英国就是说 他们这个呃 室内呢 禁烟啊 但是呢 给你中国人呢 专门画了这个区域 因为那中国旅游团来 花了钱又多啊 不不让中国游客进的 这个不好看啊 所以呢 就是说给你一个这个啊 你知道吗 那有的中国人呢 他就是说我是local 我是本地的 我是当地人的 我不抽烟的 我也不大声喧哗的 你知道吗 但是呢 我一进来之后呢 他也看不上 他看我是个中国人 他也不知道我是游客 我还是本地人 就把我往那边带 他说我不抽烟 我也不大声喧哗 我要坐在那边去 我不要坐在那个西岩区 那不行不行 我们那就是给中国人的 你就得过去 那就成了一种正向歧视了 你懂吗 那你看着好像有的中国人 在那儿抽烟 高兴啊 说你看啊 英国人现在也没办法了吧 你看能把咱们轰出去吗 这不就是专门给咱们弄一阵 在这啊 想干嘛干嘛吧 就觉得这你看英国人 也服了吧 就为了挣咱们的钱吧 对不对 但这是不对的 这东西本身来讲 对你来讲是一个正向 你觉得好像是给了你 某一种优惠政策 其实不是的 你懂吗 就是说呢 这也是一种呢 歧视 只不过呢 是倒过来的 一种正向的歧视 呃 那这个事呢 其实发生一段时间 为什么我一直没有说呢 从上周 我又小伙伴聊天 也提到这个事 为什么不愿意提这个事呢 就是说 我觉得几点 呃 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吧 我认为这个 说实话啊 90% 这次一定会把它打掉啊 因为最高法院的 这川普弄了三个 这个包裹派大法官 这次来讲呢 这个我觉得打掉 他的可能性非常大 包裹派大法官觉得 这个根本就不对 你就胡搞 这绝对违宪 但这个违宪不是 不是一天两天了 还有那个 就是上次那个 呃 堕胎的那个 不也打过来了吗 这个 比那个来讲呢 我觉得就是说 争议还没有那么大 这个争议还比较小啊 但当然呢 这个也会引起很大的争议 因为呢 呃 某一些呃 种族呢 在这里面肯定会受到 一定的这种呃 这种伤害 那肯定是是不满意 但是呢 不管他们满意 还是不满意啊 我相信的最高法院的 把这个案子就是说 打掉啊 呃 然后呢 就以后在入学的时候呢 不考虑种族呢 呃 是没有问题啊 但是呢 这这这此其一 我觉得这个肯定过 所以就就不想说了 等过了之后 咱们再说 呃 其二呢 想说什么呢 就是说 呃 我我跟那校伙伴聊天 是我们 呃 我们也说 我说呢 就是说对于一些族裔来讲 就是说他的水平能力没有到 他进了那个学校 其实没什么 没什么太大的作用 这个学校并不会提高 他的水平和能力的 一点肉都没有 呃 最后他拿了一个大学的 一个文凭呢 只不过就是一个敲门砖而已 啊 对他讲是个敲门砖 但是哥能力不行的呢 去了之后呢 也没有弄 明白吧 呃 那么一些华人呢 可能因为特别原因就进不去 进不去的话 你只是少了这个通行证而已 你如果能力强的话呢 你最终试金的总会发光的 但是如果你能力不强的话 当然没有了通行证 你可能会会受影响 从收入上呃 受一些影响 但是这个来讲呢 对这个 我们也承认这个对华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呃 所以呢 那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对华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但是对其他的族裔呢 其实得到的一个好处呢 嗯 不成正比 你懂吗 就是说对这个社会造成的伤害 比他拿来的好处都大得太多了 就是社会付出的巨大的成分 就这 呃 就这个事啊 但是呢 就是说 如果这个被打掉了之后 那我们认为啊 我们认为 我们粗略的估计啊 温小伯聊天也是 我们都都认为 很有可能到成一个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 嗯 像美国的这种 就是说长征腾 这种这种级别的吧 因为像斯坦福 他不算长征腾 对不对 像什么芝加哥大学 这个不是长征腾 对吧 像这些 那都是 都是这个排名很高的 像这些学校来讲呢 呃 很有可能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 如果一旦没有了这个 去做保护的话 很有可能在这些学校里 出现一个 一个特殊现象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学校超过一半以上的学生 都是亚裔 我不是说光是中国人啊 还有什么韩国人啊 日本人啊 印度人的都有可能啊 越南人都有可能 亚裔普遍来讲 读书都是比较努力的啊 这个来讲呢 欧美的跟我们比他 非常非常的有有差距 剩一些可能就是这个 呦太裔的 那呦太裔的人的比较少 呃 所以呢 你说这个打掉了之后 如果最后整个这个高等学府 充斥的都是亚裔的话 哎呦 这个到最后是一件好事吗 我也不知道啊 但是你要明白一点啊 亚裔这个爆发力实在太强啊 你包括马兰西亚 马兰西亚对这个华人进行了各种各种的限制啊 但是呢 你看看在马兰西亚呢 还是华人混的好 对不对 如果没有了这些限制的话 那其他人怎么活 嗯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这个东西真的是 是是是没有办法 你 所以呢 如果没有了这个之后 我就在想就是说亚裔到时候会不会过于强势 就是说最后几个的别人都 对 你知道就是 最后我怀疑很有可能有 就是这么发展下去 过个十年到二十年之后 美国的高等学府可能一半 百分之五十 甚至百分之七十五都是亚裔 然后呢 很多的工作 因为这个东西一旦打完了之后 那么就是你入学不能考虑种族的话 那么就考虑到就是说工作 工作也不能够这个考虑种族 对不对 那你说马农的话 别人还有别人什么活 还有别人什么活路 是吧 那又还有很多的 你像统计啊 这种跟数学相关的这种东西 那基本上又全部都被这个华人就是 呃 站过来了 啊 剩下还有像什么学医啊 华人有好多 特别喜欢学医 当医生 呃 那对 那整个的 我觉得 呃 对华人来讲 这绝对是个好事 呃 绝对是个好事 华人的这种 就是说大学的比例 呃 优等大学的比例 华人未来的收入都会有巨大的提高 但是最终很有可能导致就是说整个美国的经营阶层全部都是华人啊 啊 那印尼后来为什么就是说有这种排华大面积的杀华人呢 就是呃 隔不了几年你会发现这个所有印尼的这些钱什么的都被都差不多都被几大华人这个家族就都垄断了啊 重要的这些东西都是这样 所以最后就开始杀华人 所以呢 我也担心就是说 呵 这样子有没有可能最后也引起其他族裔的这个这种这种仇恨啊 这个 这这也是这也是一个问题 反正 再说吧 当然这个还需要时间 因为这个结束的时候可能还需要个 怎么也要需要个十年到二十年啊 亚裔才会完完全全的这个 这个 站到顶峰 但是我相信最终亚裔会站在美国的顶峰啊 呃 但是你就就现在来讲啊 美国平均收入可能是白人最高 然后其次好像就是亚裔啊 亚裔 要不就是亚裔最高 白人第二 我记得反正亚裔还能非常非常靠前 亚裔不管从受教育率还是平均收入来讲都非常非常靠前啊 这还是因为有大量的亚裔啊 这个不报税吃福利呢 就就就就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亚裔这个平均收入 要把那些人的真身收入再算起来还多了 好吧 反正这个呢也是一件事啊 那另外一件事呢 就谈到这个海外的110啊 呃 前两天呢就开始说说这海外110啊 说这个这个呢 这个事呢 说实话也是这个华人的自己 就是说在在胡搞 所谓的海外110是什么呢 他们其实就是他主要来讲是在海外呢 设了一些的这个办事处啊 中国外交部说呢 说这是办事处啊 不是警察局 是帮助呢 中国公民做一些的证件啊 更新的一些的呃 服务中心啊 但是呢 你说是这么说 但是你做你搞的时候呢 你可搞的真的就跟个那个 等一下啊 我在这儿调一下 你就搞的呢 就真的跟一个这个呃 呃跟个110一样 你知道吗 你看我给你看看这照片啊 我这有 嗯 对 所以有的时候也是文人 他们怎么回事呢 他们雇的都是一些呢 海外的华人 因为也不可能真的那个过来嘛 但是海外华人呢 就觉得自己搞完之后 觉得呃 有面子吧 你看 这是在纽约搞的啊 福州景桥事务海外服务站啊 搞的就是说呢 就是警察和这个呃 华侨的这种呢 这种服务站 还有这个你看看 天涯若比林海外110啊 福州市公安局新闻发布会啊 说福州公安海外110服务台 推出打好桥牌呃 驾通海外 首批三项跨境 便桥服务啊 给这个桥民的一些 方便的一些一些的服务啊 我相信吧 就是说好 这个什么坏事看初中吧 好事看结果啊 我相信初中呢 可能他们也是就是说 也是想给这个桥包们 有一些服务啊 但后来呢 慢慢呢 就被这个海外的这帮人呢 就这个呃 带偏了啊 这个当然福州呢 他是这个移民之乡啊 大量大量的人 这个移民在美国福州人 特别特别多啊 呃 所以呢 福州搞这个东西呢 完全我觉得是可以理解啊 但是呢 呃 据说呢 有一些人认为的这些人呢 在骚扰他们啊 有一些呢 海外的异议人士 说呢 这个被这个海外110呢 在这个骚扰 所以现在荷兰政府 纽约都在查 据说纽约的这个 就是海外110呢 现在已经完全解散了 网站呢 登陆不上去了 电话呢 也已经这个被注销了 人也都找不着了 都跑光了啊 但是呢 没完啊 据说现在呢 还在调查他们 很多呢 海外的人呢 对这个呢 特别的不满意 呃 怎么说呢 反正去呢 办一些事呢 他们就中国人吧 给点这个权力就就灿烂 有点小小权 小权力就觉得自己单回事啊 这个给人就是反 反正办事的时候吧 态度不太好 导致很多华人 对他们特别的这个呃 不满意 不满意呢 这出了事之后 大家都特别高兴啊 赶快就去这个 揭发检举他们啊 说怎么回事呢 你看设立了这个之后呢 你以为是中国政府 给他们发钱 是不是 不是啊 是他们给中国政府捐钱 才能有这个位置 他们成立了这个景桥 景桥之后呢 那我看看啊 他们是这样啊 这个啊 这个组织呢 是2013年的纽约成立啊 呃 三年之后呢 花130万美元呢 购买了东百老汇107号的 这个楼层啊 然后呢 现在呢 这个美国国税局啊 这个 正在调查他们 那怎么回事呢 据说是这样啊 他们这个 这个形成这个工会 工会的捐款名单上呢 有300多个呢 个人和那几十个呢 这个团体 然后呢 会写明每个人的捐款数额 那最多的呢 一次性捐款呢 9万美元 最低的呢 是5000美元啊 那捐这个干什么呢 就是说呢 你看主席 副主席 董事会啊 各个级别啊 都是呢 捐钱 捐的多的人呢 就比较容易呢 就是说 达到一个 弄个一官半职的 所以这些人呢 就是说呢 给他们捐钱 捐之后 弄个一官半职的 一说 我是这个海外 110的主席 或者我怎么着 然后呢 他就在中美两国之间呢 可以这个招摇撞骗 主要是做生意啊 所以呢 就是说这个海外来讲呢 所谓的这种 大外宣也好 什么也好 其实呢 不是中国政府给他钱 是他的给中国政府钱 然后呢 追着政府 中国政府呢 需要做这大外宣 最近呢 像我们拉斯加斯 有好多 就是说呢 他不是特务 但是他想当特务 他比那个特务呢 还努力 就天天呢 这个去给大使馆 干各种事去 你知道吗 免费给大使馆服务 甚至还恨不得呢 给大使馆点钱 跟大使馆的拉关系 你知道吗 所以呢 就是所谓的这种东西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说所谓的 一说大外宣拿钱 大外宣都是给中国政府 填的 兄弟 知道吧 中国政府给你钱 你也是个傻逼吧 真的是 你知道吧 然后呢 他们现在在揭发检举 他们啊 说这是 这个相关机构呢 在调查 他们偷税了漏税 说为什么呢 说呢 你看啊 你给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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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公会啊 跟这个公会啊 你一捐全的捐了两万块 结果呢 你报税税表上 说你呢 只有几千块的收入 拿低收入 知道吗 你怎么解释 你说说 所以现在呢 据说呢 都很紧张啊 这个都 都跑掉了啊 说是这个 好吧 那中国官方说啊 说这个福州景桥事务美国站 是免费呢 为旅美的福建的这个侨胞 提供的包括户籍出入境 身份证期满患证的委托书等的服务事项啊 嗯 然后呢 这个福州市公安局呢 还在服务站开通了 海外福州及华侨华人报警求助服务 能以电话微信邮件的报警啊 所以呢 宣传的是海外110的这个报警服务啊 呃 然后呢 但是呢 据说呢 说他们有呢 有一个侨领说 说他们的有副业啊 既然可以报警呢 还有呢 就是说 如果有缘在你们从事了卖国的行为 那也要报警 哈哈 所以呢 就是说呢 在这个呃 就追呢 海外这个异议人士啊 呃 据说是这么个意思 好吧 那反正呢 这个海外的小伙伴呢 好多我看都呃 特别的高兴啊 都特别的高兴啊 呃 据说呢 有一个会员说啊 说这个呃 他呢 也去捐钱了 说捐了200块钱啊 200块钱 他说不要说什么主席 副主席 董事了啊 连那个捐号名单都没上 还有一分钟啊 还有一分钟啊 还有一分钟 呃 不用开了 不用开了 就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今天反正就是这些 乱七八糟这个新闻 什么都讲一讲 反正挺有意思的 你知道吗 所以所谓的大外线挣钱 你一定要在国内 你要有生意才行 你国内没有生意的话 你让他给你钱是不可能的 他们以前都是统一战线 都是中国大陆到海外统一战线来 现在都是被统一 都倒过来 都是海外花桥去统一人家 恨不得人家给个义官半职的 你知道吗 所以很多人根本就不了解 这个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 好不好 反正通过这个也就带来讲讲 理解理解 好吧 那今天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